各位,用NOT VPN除了可以隱藏你的身份和保護你的私隱之外 還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網上看串流影片Netflix 用了NOT VPN之後,不同地區的電影和劇集你都可以看到 例如限定某一些地方才可以玩到的網上遊戲 用了NOT VPN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都好 你都可以玩到 在網上訂酒店機票或者買東西用了NOT VPN 你身處何地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折扣優惠 NOT VPN 是一個戶口可以有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一家大小都可以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 關鍵字是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如果不滿意的話 可以全數退款 挺好用的 不妨試一下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大家知道香港的醫護人員 的流失是非常之嚴重的 即使特區政府千方百計 要留下人才 包括 譬如說 需要醫生 畢業之後 要在公營醫院做滿幾一年的時間 現在還未實施 然後 才可以離開 去私人執業 但是 比這個醫學界 非常之大的反對 也可能會令到流失更加嚴重 也不定 現在有另一個方法就是 響應超哥在施政報告裏面的一些措施 就要向外國 搶人才 不需要 非香港培訓那些都可以 在香港 有限度執業 然後增加香港的 醫生的輸入 人才的輸入 但是反應就一般的 於是他就說要去英國那裏 去搶一些 在英國 培訓的 香港的醫生 搶不搶到呢未知 好像說下個月才去 但是 現在 護士也是 似乎要 用的方法跟醫生一樣 流失率嚴重 就要向外搶人才 怎樣搶法呢 根據媒體的報導 就說有三個途徑 去引入 非本地培訓的護士 途徑一 就叫做有限度註冊 或者叫登記 什麼叫有限度註冊登記 你不理是不是香港的永久居民 都可以擔任護士管理局決定 並公佈的其他類別受僱的工作 或者包括什麼呢 在以下場所執業 護士管理局認可的護士訓練學校 獲得發牌的院舍 有些護養院和社會署指明的其他社會服務單位 第二個叫特別註冊 或者叫特別登記 不論是否永久居民 可以在其他機構 去那裏執業包括衛生署 醫管局 醫衛局 先定立後審議的 附屬法例 所定名的其他執業機構 其實是什麼呢 在一間或以上的 指明的機構全職受僱一年 如果獲得 僱主機構確認 表現滿意和稱職的話 就可以在香港 無需參加執業考試 都可以 成為 正式的註冊或者登記的護士 第三個叫做臨時註冊或者登記 容許來自其他司法管轄區的護士 在香港 做短期的學術交流和臨床示範 工作性質需要獲得 護士管理局 信納為臨床教學或者研究的工作 說了那麼多這些 政府的法律語言 不外乎很簡單 引入 海外的護士 不是香港執業的護士 你可以 去軟舍做 也可以去 一些衛生署底下的 這些單位做 也可以包括在 醫管局做 如果 如果你得到那個 僱主 滿意 你的工作的話 你就可以在香港 免事 正式成為護士 就是這麼簡單 什麼人會來呢 只有一個途徑 就是中國大陸的護士 會來 很簡單 僱主機構滿意 什麼叫僱主機構滿意呢 現在醫管局可以搶得 衛生署請得他 院舍請得他 怎會不滿意 整個目的就是 令到不是香港培訓的護士 都可以在香港 免事就能夠 拿到他的 執業資格 令到 這個人手 可以 馬上 在短期裏 立竿見影 增加 這個解釋就是 香港的普通護士 就出現這個人手短缺 相信在短期裏面 是會越來越嚴重的 所以 除了 政府再度提升本地護士培訓行額 有限制 我不知道有什麼限制 我不知道有什麼限制 你增加人 增加錢 增加地方就可以了 所以現在引入非本地註冊護士的機制 新註冊人數 只是維持在低水平 有限制 2018年2022年每年有 2-25人不等 所以需要再修改 條例 用新途徑引入非本地培訓的護士 會在今年年中 向立法會提交 修訂的草案 剛才說過 有限度註冊 臨時註冊 特別註冊 這個護士的業界 那個回應 就是這樣 他說 關注新建議 免除本地培訓護士 先通過執業 免除 通過執業考試的要求 對本地的護理水平 會有災難性的摧毀 這位護士的業界代表 劉凱文說 外地的院後私資未必一致 難以確保畢業生的資歷水平 這個實習訓練也未必配合 本港的護理實況 政府有很多文件的細節都未交代 例如 什麼叫服務一定年期 什麼叫表現令人滿意和稱職 什麼來的 我剛才說 僱主請你來的僱主是什麼 是院舍的僱主醫管局 包括衛生署 怎會不滿意 有什麼客觀的標準 令到這班人 你說服務一定年期 表現滿意和稱職 有什麼客觀的標準 客觀的考試 我說可以就行 衛生署要定立客觀的標準 去醫場 如果護士日常是跟病人溝通 和理解的需要 所以 非本地培訓護士 懂不懂得說廣東話 這也是一個問題 立法會在醫學界立法會的代表 護士是關懷的行業 比醫生更加 和病人溝通的 頻密程度更加大 所以文化背景相同自為重要 否則難以貼身 關顧病人所需 但這班人包括立法會 愛國愛港的議員 沒有反對這件事 沒有堅決反對 是完全不同意的 沒有的 只是說是不是都需要 他們的文化背景會 更好一點 更重要一點 只是這樣 大家還記得 在第五波的時候 祖國很關懷香港 派人來香港做PCR檢測 檢測的人員 說一天24小時 不停地工作 連廁所都不能去 要拍照片 大家信不信 我聽完之後都覺得很噁心 要不要這樣 香港真的沒有人去做這些事嗎 要大陸的人來24小時工作 即是誇張 你愛國愛港也不用那麼誇張 然後也派了護士來 進去醫管局幫忙 進去其他隔離的地方幫忙 大家還記得 是怎樣 好多的工作 大陸來的護士 是不讓他做 以及做不到 醫生也是 語言的問題已經很嚴重了 寫那個排版 進回電腦 香港就用英文 來做這個 醫學上面的溝通的語言 是一個排版全部英文來的 但是大陸的醫生 護士他沒有辦法 完全明白那個英文的內容 於是 就要用中文的電腦系統都要改回到中文 於是最後是怎樣 最後的醫生寫完那些東西 進入了電腦系統之後 要翻譯成英文 工作量更加大 護士又怎樣 護士連派藥都不敢讓他們派 大陸的護士跟他們派錯 因為都是用英文 他只是做什麼呢 即是做那些 譬如 換一下片 浸一下水 等等的工作 他的分工有個表出來 絕大部分 是護士的比較 嚴謹的工作 包括派藥 譬如整個斗 刺針等等 吊那些 鹽水等等的藥 全部不敢讓大陸的護士 因為他們做的怕他們出錯 醫管局就說 不要緊出錯 那個護士不需要負責 醫生不用負責 醫管局跟他揹著 醫管局跟他揹著 特區政府跟他揹著 香港納稅人跟他揹著 要一旦告起來 香港醫生要買專業保險的好貴 你有什麼事 有些事要自己上身 要有專業保險去賠 現在就給大陸的醫生來 給大陸的護士來 其實 究竟 很多護士都有說 你人手短缺 給這些 經過所謂特別註冊的 或者有限度註冊的 臨時註冊的 護士來香港 其實他能不能夠適應到香港 工作的環境 你去院舍做和進入醫管局做 完全是兩回事 去院舍做 都是很忙碌的 但是在醫管局做 那個 技術的要求 那個專業的知識的要求 更加高 不只是說 你是 要懂得本地的文化 要懂得關懷 跟別人溝通 那麼簡單 如果你看 在公立院做的護士 第一個 工作量 繁忙的程度 是令人吃驚的 你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這是在香港訓練出來的護士 才能夠適應到香港的那個 在醫護 裡面的那種 極度繁忙 根本完全不能停 這個環境 稍微有一點 鬆懈下來 都很容易 有機會出錯 因為有很多突發的東西 是會出現的 不只是日常的 routine 的工作 很多突發的東西出現 那麼究竟 不是在香港訓練的 不是在香港考試的護士 不是在香港實習的護士 究竟能不能夠 一來到就能夠埋位 一來到就可以 做到香港護士的工作 來香港幫忙 當時在這個疫症期間來香港幫忙的護士在大陸來的 其實就是 越幫越忙 我 聽到香港有些護士過來英國的 有一個說法就是 根本怕了他們 根本不敢給他們做 怕他們會出錯 怕要跟他們補獲 現在很不容易就送他們走了 不需要繼續幫忙 現在又再來一批 短期內又會再來 實會是 踴躍去報名的 踴躍去參加的 也都可能會 真的會收他們的 但是你想一下 我不是說 跟病人溝通那麼簡單 如果他們真是 遍佈香港各大醫院這班護士 眾私人數不是很多 其實 出錯一次 就是有人命的 損失的出現 但是 大家知道現在香港的機制 是阻止不了這些事情發生的 不是那麼容易 就說去否決這個政府的提議 在香港的病人 自己想好 有大陸來的醫生 有大陸來的護士 究竟香港的醫療質素 是不是好似這個業界的說法 對本地護理水平有災難性的摧毀 這幾個字 說得非常之嚴重 災難性的摧毀 就是說 業內人士 是知道問題有多嚴重 但是特區政府 相信是會 一意孤行的 經歷到這幾個月之前 我Patreon幾個月之前 我深藉口化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字幕說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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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